好声音终于停播 相比乃英的贪婪 刘欢十一年前的发言才是明智 近期 中国备受关注的音乐选秀节目 好声音宣布停播的消息引发了广泛讨论 这个曾经风靡一时的节目 如今却成为了争议的焦点 中国好声音他终于为自己的狂妄付出了代价 停播多久取决于调查的最终结果 虽然还有很多问题有待探讨 除了这几天最受关注的李文录音事件之外 还有转会费等等 总之 问题不仅数量多 而且复杂 时间长范围广 毕竟 中国好声音已经播出12G了 当然 中国好声音的危机不只是这一次 过去他也曾一次又一次的从危险中被救出来 只是这一次显然没有平时那么顺利 然而李文录音事件发生后 节目组依然严厉且嚣张 对于网上疯传的李文录音 节目组指责他恶意剪辑 对于好声音和李文之间的不和 节目组称这是一场误会 这个误会已经澄清了 我现在不想解释太多 在节目组看来 一切的出发点无非就是两点 一是对逝者的尊重 二是维护节目的形象 然而 身陷困境已久的好声音 形象已经完全面目全非 对死者的尊重更是自欺欺人 因为这样的反应是打着尊重死者的幌子 掩盖真相 迷惑公众并试图再次迷惑公众 李文需要正义 公众更需要真相 当真相在这里传达时 死者如何能得到尊重 华语乐谈天后 李文原本中国好声音出席致敬 却意外受到不公平对待和羞辱 他显然没有做错什么 只是不符合这个节目的规则 打乱了固有的利益体系 自然会受到打压 当然 李文一开始是清醒的 一番争吵后 他平静下来 仍然想积极支持自己的学生 让整个节目变得更好 虽然心里不满 但他并没有提出分手 正如节目组发布的声明 误会与消除 但曾经误会并不一定是李文想要的 更多的是妥协的结果 当录音被曝光时 节目组无意重现事实 只是想掩盖自己的丑陋行为 这是对死者的不尊重 这是最大的罪恶 中国好声音作为现存唯一的老牌综艺音乐节目 停播当然令人遗憾 不管结果如何 今天的结果下 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快乐大本营 当然 快乐大本营更为成熟 也饱受争议 最终悄然退出历史舞台 中国好声音能够坚持12年 却已经濒临崩溃 显然有其内在原因 虽然只是一档综艺 但公众的支持仍然是关键 如果失去了老百姓的支持 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中国好声音脱离群众后 不再那么纯粹 不再那么好听漂亮 而是成为了一个被人鄙视的阵营 你看 中国好声音原本是荷兰的一个节目 他在荷兰的火爆也让正处于转型期的Blue Channel看到了机会 当然 在目前深陷危机的中国好声音 公众感兴趣的不仅仅是争议 还有名字 为什么地方卫视节目要贴上中国两个字 事实上 他最初被称为中国之声 因为国外版本的直译类似于荷兰之声德国之声 但已经有一个电台叫中国之声 所以这个名字自然很难过 我最终想出了中国好声音这个名字 并最终获得批准并申请了版权 中国二字自然不能用于商标注册 所以蓝带只有好声音四个字的商标 播出四季后 面临版权纠纷 不得不更名为中国新歌声 完了两年终于回到了中国好声音 对于中国好声音来说 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制播部门 但实际上 蓝战一开始就深度参与 团队有400多人 其中三星制作就有200多人 主要负责执行 蓝台派出部分编舞 负责后期制作和播出 最初 唯一的标准是声音 讲师和学生之间的选择是双向的 至于所谓的传译和导师的竞争 则丰富了节目的形式 增加了戏剧性 虽然是新的 但很快就会引起审美疲劳 因此程序不断更新和修改 所以后来除了听声音之外 还加上了原创 甚至现在还加上了唱歌跳舞 不再是原来的唯一标准 但纵观本期播出的四档节目 声音的地位并没有被削弱 因为音乐的本质就是声音 但节目组总想通过各种形式 增加节目的热度和关注度 甚至被资本劫持 这好声音不复存在 因此陷入争议 屡遭诟病 早就有人开始抱怨好声音的规则 甚至指出其中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教练的转移只是作秀 尽管抱怨不断 但这并没有阻止好声音的高收视率 和受欢迎程度 然而 肉眼可见 节目的质量和口碑正在日益下降 终于到了2023年 随着李文事件的爆发 好声音再也无法隐瞒了 先是刀狼新歌罗刹海誓的暗示 再到李文录音的曝光 舆论积攒已久终于爆发 自然不能再做事了 中国好声音这一次 他无疑唤醒了整个娱乐圈 只有尊重观众 用心敬畏地做好工作 才能获得好口碑 好成绩 否则节目崩盘只是时间问题 与此同时 一位参与过该节目的导师 刘欢的11年前的发言 再次被翻出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刘欢11年前的发言 2009年 刘欢在接受采访时曾公开表示 他不赞同音乐选秀节目的模式 认为这种方式对于年轻歌手并不利 他认为 音乐是一门需要积淀的艺术 而选秀节目却往往只注重短暂的表演效果 忽略了对音乐的深入理解和培养 刘欢还特别提到了那些参与选秀节目的年轻歌手们 他表示 这些年轻人因为参赛而迅速走红 一时间风光无限 然而 这种过于迅速的成功并没有给他们成长的空间 也没有让他们真正扎根于音乐的土壤中 他担心这些年轻人在走红后将迅速消失 无法持久发展 与刘欢的发言相比 纳英的行为实在令人无法苟同 他在好声音节目中的种种表现 都昭显出他对于名利的贪图 纳英一再强调自己的权威地位 以言语和态度蔑视其他导师 并试图将所有的焦点都聚集在自己身上 此外 纳英还多次利用节目资源为自己的学员拉票 明显违反了公平公正的原则 他对于其他导师的批评和指责也从未接受 表现出一种盲目自信和自我膨胀的态度 这种贪婪和自私的行为 无疑给观众和年轻歌手们带来了不好的示范和影响 相比之下 刘欢的发言显得更加明智和深思熟虑 别让追逐利益毁了音乐 音乐是一门艺术 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和积累 然而在商业化的浪潮下 音乐往往被追逐利益的欲望所淹没 这种短视的商业化模式对于音乐的发展并不利 也无法给年轻歌手提供真正的成长机会 我们需要更多像刘欢一样的明智声音 呼吁大众和媒体关注音乐本身 而不仅仅是追逐瞬间的热度和利益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保护好声音 让音乐成为一种发自内心的表达 而不仅仅是商业的商品 好声音的停播 让我们重新思考音乐选秀节目的意义和影响 刘欢11年前的发言在今天 显得尤为珍贵和明智 希望我们能够从中得到启示 保护好声音 保护音乐的纯粹性 让它继续传递美好和温暖